听上 请允许我说几句话 为自己辩护 当然可以 谢顿教授 这毕竟不是审判 只是一场听证会 目的就是要公开和本案有关的一切 申诉事实以及说法 然后方能决定是否要进一步的举行审判 我只不过提出了一种推测 我最想听的就是你自己这么说 谢顿清了清喉咙 开口说道 我将一声奉献给帝国 我忠实侍奉每一位皇帝 我的心里史学这门科学 其实并非预报毁灭的信使 而是意图作为一种复兴机制 有了他 不论文明的走向如何 我们皆能有所准备 倘若正如我所相信的 帝国将继续崩溃 心里史学便会帮助我们保存未来文明的基石 让我们能在优良的固有基础上重建一个更新 更好的文明 我爱我们所有的世界 我们的同胞 我们的帝国 我怎么会参与那些日渐削弱国事的不法行为呢 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你必须相信我 我一个现身智识 方程式和科学的人 我所说的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谢顿转过了身去 缓缓地走回帕坟旁边的座位 在就座之前 他的目光寻找到了丸档 他坐在旁听席上露出无力的笑容 并对他眨了眨眼睛 不论是不是肺腑之言 谢顿教授 我都需要长久的思考 才能做出决定 我们已经听过原告的陈述 我们也听过了你和帕坟先生的陈述 现在 我还需要另一方的证词 我希望听听 莱尔纳瓦斯怎么说 在这个事件中 他的身份是 目击者 纳瓦斯走向发言台之际 谢顿与帕坟警觉地互望了一眼 他正是那场打斗发生之前 谢顿所训诫的那个男孩 李赫 开始问这个少年 能否请你描述一下 纳瓦斯先生 当天晚上 你所目击地 确切经过 纳瓦斯 以韵怒的目光 凝视着谢顿 这个嘛 我正在路上走着 想着我自个儿的心事 忽然看到这两个家伙 他转过身 指向谢顿与帕坟 他们 在人行道的另一边 向我这个方向走过来 然后 我又看到了那三个孩子 他又伸手指了指 这回是指向坐在原告席的三位 这两个家伙 走在那三个孩子的后头 不过 他们没看见我 原因是 我在人行道的另一边 而且 他们的注意力 都放在被害人的身上了 然后 哼 就像这样 那老家伙 用他的拐杖 向他们回去 然后 不太老的那个 跳到他们的面前 用脚踢他们 在你还没弄清 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全部倒在地上了 然后 老家伙 和他的同伴 他们就这么走了 我简直 不敢相信 你说谎 年轻人 你这是在拿我们的性命 开玩笑 谢顿爆发了出来 纳瓦斯却只是默然地回瞪着谢顿 法官 您看不出 他是在说谎吗 我记得这个人 在我们遭到攻击前没多久 我曾责骂他 乱丢垃圾 我还对石铁厅指出 这是另一个例证 证明我们的社会崩溃 功德心沦丧 以及 够了 谢顿教授 你再像这样发作一次 我就把你逐出这间法庭 好的 纳瓦斯先生 在你刚才叙述的 一连串事件发生之际 你自己 在做什么呢 我 啊 我躲了起来 躲在几棵树的后头 我怕 要是给他们看到 他们就会追我 所以我躲了起来 等到他们走了 嗯 我就 跑去找法恩官了 纳瓦斯已经开始出汗 并将一根手指 塞进竖紧的 单剑斧领子里 坠坠不安的他 站在隆起的发言台上 不停地将重心 在两脚之间挪移 他察觉到 众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自己的身上 令他感到很不自在 他试着 避免望向旁听的群众 但他每次这么做 便发觉自己被坐在第一排的一位 美丽的金发少女 沉稳的目光所吸引 仿佛他 正在问他一个问题 并动念 驱使他开口 逼他 说出答案 纳瓦斯先生 对于谢顿教授的陈述 他和帕弗先生 在那场打斗前 曾见过你 而且教授和你交谈过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这个 嗯 不对 你知道的 就像我所说的 我 我正在路上走着 而 此时纳瓦斯望向谢顿的位置 谢顿则悲伤地望着这个少年 仿佛了解到自己 以一败涂地 可是 谢顿的同伴 石铁亭帕弗尔 却以严厉的目光 瞪着纳瓦斯 纳瓦斯突然听到一句 讲实话 令他吓了一跳 失了一惊 那句话 好像是帕弗尔说的 但帕弗尔一直未曾张嘴 然后 在一阵错愕中 纳瓦斯猛然将头 转向金发少女的方向 觉得自己也听到 他在说 讲实话 但他的嘴唇同样的 一动不动 纳瓦斯先生 纳瓦斯先生 法官的声音 闯入少年紊乱的思绪 纳瓦斯先生 假如谢顿教授和帕弗尔先生 从你的对面走来 走在三名原告的后面 你怎么会先注意到 谢顿和帕弗尔的呢 你在陈述中 是这么说的 对不对 纳瓦斯 纳瓦斯狂乱地 环视着法庭 他似乎无法逃避那些目光 每双眼睛都在对他喊 讲实话 于是 莱尔纳瓦斯 望着哈里谢顿 只说了一句 很抱歉 然后 出乎法庭内 每个人的意料之外 这个十四岁的男孩 开始 哭泣 这是可爱的一天 既不太热 也不太冷 既不太亮 也不太阴 纵使维护街道的预算 几年前便已告庆 帝国图书馆门前台阶旁 几棵西书的多年生植物 仍为这个早晨 增添了几许愉悦的气氛 这座图书馆 是一栋风格古典的建筑 门前雄伟的阶梯 在整个帝国境内 数一数二 仅次于皇宫 然而 大多数前往该馆的人 却喜欢经由滑轨进入 对于这一天 谢顿 抱着很高的期望 自从他与石铁亭 帕法所卷入的那件 蓄意伤害案撤销后 哈利谢顿 觉得一切 像是重新来过了 虽然这段经历 十分痛苦 他的轰动 却为谢顿的主张 做了最佳的宣传 贴针帕不坚 李赫即使不是穿脱最具影响力的法官 也是公认的其中之一 在莱尔 纳瓦斯做出情绪化证词的次日 他曾以相当夸张的方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我们来到了 文明社会 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 这位法官在席位上慷慨激昂地说 像哈利谢顿教授这种地位的人 仅仅因为他的身份 以及他所代表的主张 就得忍受自己同胞的羞辱 谩骂和谎言 这真是帝国历史上黑暗的一天 我承认 既出我自己也受到影响 为了企图证明他的预测 我在心中推想 谢顿教授大可采用这样的奸计啊 可是 当我恍然大悟时 我发觉自己错得不可饶恕 说到这里 法官皱起了眉头 他的颈部与双甲 开始泛起暗青色 因为 我误将谢顿教授的动机 归因于这个新社会 其中 诚实 高尚 与善意 很可能惹来杀身之祸 一个人 仅仅为了生存 似乎就必须诉诸欺诈 与奸计 我们 和我们安身立命的原则 已经迷失了多远 这次我们很幸运 穿透的同胞们 我们都应该深深地感谢 哈利谢顿教授 他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真正的自我 让我们 把他的势力 谨记在心 并且痛下决心 实时警戒人性中的那些 卑劣的力量 那场听证会结束后 皇帝送给谢顿一个表达祝贺的全息光碟 其中 他表达了忠心的希望 那就是谢顿现在也许能为他的计划 找到经费了 当谢顿 沿着入口滑轨 缓缓滑声时 他思量着心理史学计划目前的状况 他的好友 前任图书馆长拉斯奇诺 已经退休 而在他的任内 奇诺一向极为支持谢顿与他的工作 然而 有大半的时候 奇诺都被图书馆评议会牢牢控制住 可是 他曾经对谢顿保证 那位和蔼可亲的新任馆长 锤马阿卡尼欧 是个和他自己一样的思想进步的人 而且 受到评议会中许多派别的欢迎 哈利 我的好友 奇诺在离开川坨 回到他的故乡世界 文科瑞之前曾说 阿卡尼欧是个好人 具有非凡的才智和开放的心胸 我确定我确定他会尽他所能来帮助你和你的计划 我将有关你和百科全书的整个资料档案都留给了他 关于对人类可能做出的贡献 我知道他会和我一样兴奋 保重我的好友 我会时时想念你的 因此 今天 哈利谢顿将与新任馆长做首度的正式会晤 拉斯奇诺留给他的保证令他精神振奋 他期待着与对方分享他对谢顿计划以及百科全书的未来规划 谢顿 刚走进馆长的办公室 锤马阿卡尼欧便站了起来 他已经表现出是这里的主人了 奇诺原本在房间各个角落塞满了全息光碟 以及来自川陀各区的三维期刊 而代表帝国各个世界在半空中不停旋转的幻影星球 则排列成令人眼花缭乱的阵列 现在 阿卡尼欧 已将奇诺堆积如山的资料与影像全清干净了 一个大型全息屏幕如今占了一面墙的大半面积 根据谢顿的推测 阿卡尼欧可借此随意观览任何出版品或者广播视讯 阿卡尼欧身材矮小 而结实 带着些许心不在焉的深情 那是幼时角膜矫正手术失败的结果 而这 掩藏了他那令人生畏的智慧 以及随时留意周遭一切的警觉 席客 席客 谢顿教授 请进 请坐 阿卡尼欧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一张植被座椅 您要求这次会面 令我感到相当意外 您可知道我原本打算一旦安顿好就要立刻和您联络的 谢顿点了点头感到很高兴 可见这位新馆长足够重视他 在刚刚上任忙昏了头的日子里 他就打算要找自己了 可是 首先 教授 请让我知道 您为何要见我 然后 我们再来讨论我那个极可能较无趣的问题 谢顿 清了清喉咙 将上身向前清 馆长 想必 拉斯奇诺 已将我在这里的工作 以及我筹划一套银河百科全书的构想 告诉您了 拉斯 相当热心 而且十分帮忙 他提供我一间个人研究室 以及无限制使用本馆庞大资源的权利 事实上 正是他为百科全书计划找到了最终的归宿 那就是成为端点心的一个遥远的外围世界 然而 有一件事 却是拉斯无法提供的 为了使这个计划如期执行 我的一批同事也必须在本馆拥有研究室 以及无限制使用设备的权利 在我们展开百科全书的实际编撰工作之前 光是搜集 有待复制 并转送至端点心的各种资料 本身就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拉斯在图书馆评议会的人员 不好 这点您必定很清楚 然而您却人员极佳 所以我想请问您 馆长 您能否设法让我的同事获得员工的特权 好让我们展开重要无比的工作呢 谢顿就此打住 差点喘不过气来 他确信 这番昨晚在心中温习了一遍又一遍的说辞 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现在 他充满信心的等待着 阿卡尼欧的回应 谢顿教授 阿卡尼欧一开口 谢顿满怀期望的笑容便消失了 这位馆长 这位馆长的声音中透着谢顿 未曾料到的冷军 我所敬重的前任馆长 曾对我说明 具细无疑的说明 你在本馆所进行的工作 他对你的研究相当热衷 念念不忘要让你的同事加入你的行列 至于我自己 至于我自己 谢顿教授 听到阿卡尼欧蹲了蹲 谢顿猛然抬起头来 最初 我准备找评议委员 开一次特别会议 一边提议 为你以及你的百科全书编者 提供一些大间的办公室 不过 谢顿教授 现在 一切都改变了